的确很多民众现在在卖场都看到这样的景象 像是摆放卫生纸货架是全部都是空空的 那么只要卖场一上架也会被民众来买光 不仅如此 凡是跟清洁消毒有关的 像是洗手乳 拉干洗手 漂白水等等 同样都被扫空了 我这里要再讲一遍了 卫生纸的原料跟口罩的原料是不一样的 卫生纸的原料是纸浆 那我们口罩的原料是不织布 那原料供给都没有问题 虽然政府一而再再而三澄清 口罩卫生纸原料大不同 国内产量足够 甚至呼吁囤积和意图抬价 恐怕都会触法 不过大家还是被谣言影响 一窝蜂乱抢 还是会担心 还是觉得应该再多备一点日用品 现在目前的一阵恐慌 大家都抢着 对啊 来这边收购这样子 民众一出手就是搬走好几串卫生纸 甚至全家出动 拿好几部推车来载 超市卫生纸货架空荡荡 更被网友业余 根本变成休息区 实际来到卖场 可以发现货架上的卫生纸 真的是所剩无几 虽然业者表示已经有补货 但是一上架 就马上被一扫而空 同样掀起抢购蜂巢的 还有洗手乳 干洗手 漂白水 只要跟清洁消毒有关的 尤其写着抗菌防疫 几乎第一时间就被扫空 就连泡面 冷冻水饺等等 货架上也是空了一大块 业者分析可能是民众防疫宅在家 或是因为香港 新加坡传出 已经开始抢起泡面 台湾民众才跟着疯抢 口罩之乱还没平息 却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民众跟风前还是得多留意正确消息 才不会伤了荷包 记者江澄俊 刘宇轩台湾报道